覺得好糟糕 慘了 怎麼辦 壞掉了 要不要重灌之類的 其實不用啦 你就檢視裡面找就有了 畫面上的任何的看到東西都在檢視 那個東西 左上角那個東西叫專案總管 所以你只要記得那個東西叫專案總管 把它按一下 專案總管出來 那下面那個叫屬性視窗 屬性視窗 有沒有 就有了 可能會蓋住啦 你真的可以把它拉一下 OK 那你的層次放哪裡呢 就放模組裡面 大概就這樣 所以它基本操作的環境 原則上我是覺得還滿直覺的啦 只是說也許你就跟它培養一下 就是稍微認識一下 久了應該你會覺得好像也沒那麼困難 那我是覺得VPA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它其實很簡單 而且直接就在Excel裡面就有了 你不需要安裝其他任何的開發的軟體